钢琴 这里好多钢琴 到了你的父亲吗 音乐王子 我小时候学过 我是钢琴 我是百年钢琴 我在这里静静地等你 等我 您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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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是这里的负责人 还是 我是这个钢琴的收藏人 这些都是你收藏 对 这是四人 对 这个是我们自己收藏的 这是四人收藏 对 是因为您爱音乐 弹钢琴才会喜欢吗 应该说我是爱音乐是对的 但是我不是特别会弹钢琴 只不过就是一个 音乐对我来说是从小 因为受我母亲的影响 特别特别地喜欢 那平老师 这里边的哪一架钢琴是 最厉害的 您能为我们介绍几家吗 比较有这么说 我们管里头 首先我介绍一下我们管理 年龄最大的好不好 好 大家看到的这个小钢琴 看它很小是吧 我今天还是把它打开了 如果我没有打开的话 我相信你们可能会错过它 因为看上去就像一个桌子一样 对 但是现在把它打开了 你们看到这个琴是 1828年生产制作的 它那个时候的音乐 还没有发展到这么宽 所以只有73个件 而且更有意思的是 我给你们打开看一下 你看这个琴有一个什么特点 咱们现在的所有的钢琴 有一个钢板是不是 对对对 这个琴没有钢板 是的 1828年那个时候的钢板 还没有这个普遍的应用在 所有的制作人那儿 没有钢板的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说它这个弦的张力 就没有那么大 这个琴是最老的 然后我们最特殊的 来看这个琴 这个太美了 古钢琴 这个琴好看吧 漂亮 这是艺术品 它是钢琴 发明出来之前的 叫波弦古钢琴 为什么叫波弦古钢琴 听一下声音 是钢琴的声音吗 不是像弹钩音 对像吉他 这个是什么 然后我再把它拨过来 听一下 像刘特琴的声音 钢琴之所以迷人 是因为钢琴 可以通过手指头的控制 让它特别强 特别弱 而且还有盐音什么的 是吧 但是这个你看它底下 没有 它没有脚踏板 没有脚踏板是吧 可是它多了一个东西 看到这儿了没有 看到了这是什么 这是膝盖踏板 实际上膝盖杠板 起到了踏板的作用